欢迎两位 大学同学是吧 是 是的 同班是吧 是 谁先表白了谁 我先表白他的 你咋说的 给他写了一首诗 就表白上我 写一首诗啊 怎么写的 夜空中的繁星 不要眼的夺目 我想我是 The One 哎呀 我的妈呀 这太伤心了 不是 晚上写的 你应该会背吧 夜空中的繁星 不要眼的夺目 我想我是 深夜之中的寂静 没守着夜空中 唯一的闪亮 我想我是 夜空中的明禅 诉说着 这唯一的神话 我想我是我 不能为爱摘下这颗星 却能陪你去看星 可以啊 写得好 写得好啊 然后呢 我感觉这个人 挺有文采的 不是 怎么就同意了呢 因为我就觉得 他挺成熟的嘛 突然跟他交往 我就像一个小孩似的 就是想需要找一个 这样成熟的人来对我 就特别符合的标准 后来就跟他走在一起了 怎么了 他谈得好好的 好 我们这儿来 是这样的 就是交往这么长时间了 我现在发现 他特别听他妈的话 我的话他就不尊重 你要去听什么呀 比如说前段时间嘛 他说他要考公务员 我很纳闷我说你怎么突然想考公务员呢 他说是他妈让他考的 我就想不通啊 你妈让你考你就考 我想让你来我们家那块 他没同意 我妈要考公务员肯定也是为了我好呀 他就非得不同意 说我这个考公务员跟我们专业没有关系 他总是给我捣乱 不让我好好复习 考了吗 最后他就总是拉着我到处出去找工作 我也没复习成 这事就泡汤了 你妈让你考的是你们家乡的公务员是吧 对 那毕业之后你们俩怎么打算呢 是跟他回陕西 还是你跟他回辽宁 你们怎么打算呢 就是我 先说大的 我想的说就是我俩去西安 或者去另个城市 共同奋斗 但是他妈让他在当地报公务员的话 摆明了就是他要留那边 我是不可能去那边 到最后肯定会 不是 你为啥不能去那边 我是男人呀 是男人怎么了 我感觉又成了上门女婿之类的 给你骗一下 接着说吧 姑娘 他就是特别霸道 然后我妈就想给他打电话 好好唠唠跟他 我妈好笑好气地跟他说 结果他呢 对我妈特别地不尊重 说我妈就什么都不懂 就是你要对一个长辈 你也不能那么说话呀 我妈还心如苦 养我这二十多年 是容易吗 你干嘛这么对我妈呀 我当时只是有点生气 我是感觉他妈控制了她 你知道吧 你也不想想我们两个以后 你不过啥 不和你妈辩解一下 不是他妈给你打电话 都说你说了什么了 我就说你不要左右她 当时可能态度有点强硬吧 人家妈养了二十多年 唠唠你手里才几天 你说人家控制 谁控制谁呀 她应该有自己的自主意志 那你问过她了吗 她也问过 你想去哪儿 我也没有想过 但是我妈给我安排了 我就想她也是为了我好嘛 行 不是这么点事吗 不是 还有 还有什么事 就是这个公务员事完了之后嘛 她没去 她没考成嘛 她妈居然把她安排到一个马场 马术俱乐部知道吧 挺好的 马术俱乐部 但是我感觉女生在那上班 有点不好 这有什么不好的啊 客户的话都是社会气息 比较严重的男性 我感觉对她有影响呀 我就是在那做一个前台 就负责接待什么的 有什么影响啊 这马术俱乐部不是挺好的吗 对呀 就是她这个人就 但是她年太轻了 感觉社会经验不足 在那去很容易吃亏热的 有一次晚上 我给她打电话打不通 一晚都没睡 第二天早上她才回过消息 说什么 她和她同事去聚会了 而且喝醉了 她之前就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呀 更别说喝酒呀 关键一个女生在外面喝酒 很危险你知道吧 万一出了什么状况呢 是不是 你男朋友以前是不是管你管的 还挺细致的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没有这样 但是她后来就是越来越严重 她管你什么呀 管我就是跟男生接触这一块 还有呢 她后来就是连我妈给我的钱 她都要管 她怎么管你的钱 怎么管你跟男生接触呢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因为我们上大学 每个月这个生活费 都是一次性打过来的嘛 她就自己弄一张银行卡 特别的奇葩 把我的钱都放在她的银行卡里 每个月就给我几百块钱 吃饭的钱 那剩下的钱呢 剩下的钱 我要想要的话 还得跟她要 都求着她那种 什么她都觉得不对 因为她有时候 花钱太大了大脚了 她曾经一个星期 买了四只口红 我不知道她是吃口红 还是咋的 我感觉是坏毛病 是你的钱吗 我是想帮她改造这个坏毛病 她苛口我钱这事 我妈一点都不知道 我没苛口她的钱 我只是她有她合理的要求 说要买什么东西 我会给她 而且钱都存着呢 不是 你怎么知道 这要求合理还是不合理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我爸妈宠我宠惯了 我跟你在一起 你是我男朋友 你不宠着我 你还拉着我 跟你一起去吃苦 我也特奇怪 她是怎么把你钱 给弄走的呢 关键是我不给她 她跟我生气呀 生气气呗 她能气死不成 我不想跟她吵架嘛 那她就是太霸道了 我爸妈就是从小 我独生女妈 从小就把我当宝宠着 为什么到她这儿 就跟她吃苦 你愿意 但是我觉得 我现在能多做几年 我爸妈宝贝 我为什么要跟她一起吃苦 我有什么错嘛 下了节目 把这些钱都要了 而且她现在管得 有点越来越宽了 你知道吗 还管你什么 跟神经病一样 她 坏了 就是我们学 财管这个专业吧 就是男生比较少 有一回我就跟她 你们什么专业 财务管理 我的天哪 难怪呢 学以知用你看看 来来来 财务管理 我们班一共就八个男生 有一次我就跟他 从食堂出来 碰着几个同学 就落几句科 然后他就生气了 就把我拽走了 回去之后 就把电脑 啪就给我往那一扔 当时我都懵了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他就说 你给我做个表格 我现在做什么表格啊 然后他就说 你把我的优点都给我列出来 然后再写出那些男生的缺点 我跟他们比哪点好 不是 那也应该是 他们的优点和我的优点比 他们的缺点和我的 哪有拿自己的优点 跟别人缺点比 他就是人太霸道了呀 这就是呀你这个 不是 我主要是 太在乎他了 就吃醋嘛 干嘛呢你吃醋啊 就和我们男生 过多接触啊 我跟别的男生 正常聊几句天 他就这样了 我担心呀 你妈已经对咱俩的感情 可能有点否定了 怕失去你嘛 而且就是夸他 还不能特别表面那种 要夸他帅什么的都不行 要有深度有内涵的那种 有深度有内涵是哪些优点 你跟我说说啊 我也写不出来啊 所以我就没答应他嘛 那你的优点是什么呢 有深度有内涵的优点 你给我举个例子啊 负责任 负什么责任 有担当 有什么担当啊 钱 对 钱钱钱钱钱 对对对 这是哪个老师放的音呢 这是 愿意这么被他管吗 不愿意